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Thank you everybody for such a wonderful Christmas celebration Everybody has a talent The talent of the good four is to connect business together So I feel this is a band right now I feel that we have the best bridge We have a worldwide business right here So I'm so blessed to be a member of this big band So, you know, I've been participating for I have participated to a 200 business association And this is my favorite This is the best I've ever had Alright So before I start my seminar I'd like to thank you For these people For so much hours on this business I'd like to thank Bill Wong for your leadership For his take us to this right direction To connect our business together Nobody else can do that But Bill Wong He's a very good friend of mine I know Bill for a long time And I'm super happy to see How successful this band To get this group together I'd like to thank Sherry To start business with Bill I'd like to see all the volume numbers You guys put so many hours Put so much effort to this association I would rather say this is a family Instead of association Because you guys do everything Big newspaper for free You got the best bridge right here I was very humbled to hear what he said So I'm very excited and I'm very fortunate To be a member of this family And I will continuously support our association Yes Yes So I'm very honored to have a very few minutes Of a seminar of taxation Taxation is always bothering someone This is the税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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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Äź The税務 We do a lot of We not got 我们只需要用一个美元的钱 只要用50万块钱 我们觉得我们得到我们的资料 给我们得到我们的资料 我们不只要资料我们的中国人 但我们得到我们的资料 to protect your rights from being somebody trying to attack on your right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your authority, your rights, your equal rights with other taxpayers So, today I am very proud to share with you 今年 2022 is a very... Why? 特拉普总统的税率慢慢的在消失掉 拜登总统的税率慢慢的在已经开始执行了 拜登的税率给我们华人特别特别特别不利 健康,健康,在美国做生意要交很多税 特拉普总统呢,总统搭的一般般,但是他的税特别很 可惜的是吗? 特拉普总统的税马上快要结束了 我们结束的税从21%要增加到28% 拜登总统的税啊,40万以下的收入没有问题 这个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你的收入一旦超过40万以上是人间利率 你要交很多很多很多的税 有些税率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You never heard those types of terminology You can't say, never, ever 所以,节日时间啊,我们现在大家每天在考虑啊 这个,节日期啊,我们是不是很愉快的考虑呢? 我们一定要聚餐啊,要喝酒,酒量这么大 我来对西北,内蒙古啊,宁夏,我六岁才是很白酒 对,六岁才是很白酒 可不可以?我们俩来搞一次 你肯定搞得多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才是特别的啊,不要 我们西北啊,我们六岁才是很白酒 这个酒量很大 干事干活不行呢,就量很大 所以呢,节日期间,我们请朋友吃饭 我们带家人去旅游,可不可以省睡 可以省睡 我看我上一次说过,我上一次说过 啊,大家必须要有个公司 必须要有个公司啊,不要做全私利 都是以个人的名利 不要以个人的名称做私利 这个,我们的这个,明天大网课啊,可可小姐啊 跟我们已经联系过了 她是我第一个CLINE 从我们的FINIT Group Thank you,可可 她是非常好的 她做了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人员做了 你做了一个人员做便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就是这么美 所以 所以 吃饭 我们今天晚上所有资助的 赞助的 你说花的这个钱都可以抵税的 我要去度假 带我的家人去坐游轮 我好奇 我称之为股东大会 实际上我坐游轮到城去吃喝玩乐的 这个钱可不可以抵税的 可以抵税的 能抵多少 两千美金啊 一个人可以抵两千美金 不是开玩笑的 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 只要你有一个公司 年中生代节来之后 带一家人去墨西哥亚马家度个假 你的所有的花费都可以抵税的 明天我请淘尼吃饭 因为我要跟他做生意 我想听他的这个 防对他的课程 再请他吧 不请他他不愿意给我叫 所以我要跟淘尼做好关系啊 做好关系 那我请淘尼吃饭 可不可以抵税 可以抵税 百分之百 但他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 我跟淘尼吃完饭以后 你要打个电话 淘尼 我们俩商量的事情怎么样 考虑的好了没有 一定要有疯了 一定要疯了 那我们出差回国去出差 公司派你去中国 去你是一个餐馆的老板 我要去学一个新的做菜的一种秘方 我回中国去 我又想回老家 看看父母 看看兄弟姐妹 那你这个菜旅费能不能抵税呢 所以我就规定 75的时间做生意 剩下的25%的时间 看一下父母 看一下亲戚朋友 完全可以抵税 完全可以抵税 所以我们的旅行费用 可以抵税 我请淘尼吃饭的可以抵税 我带家人去旅游做游龙的费用 可以抵税 可以抵税 所以我们要学得聪明一点 把我们在节日期间的所有花费 把它作为一个business expenses 把它减掉 在你的税表里面减掉 我们在12月31号之前要需要做哪些事情 如果你发现你今天赚了很多钱 我们这个vision channel的这个 我们下星期我们还要见面 如果我发现我今年赚了很多钱 我要交很多税 我很头大 怎么办呢 有什么办法 有办法 绝对有办法 比如说我这个小餐馆 我别的不说了 我今年赚了 这个所有的费用什么水费 电费房租 减掉以后还剩3万美金啊 3万美金要交9000美金的税 怎么办有没办法呢 大家很头疼啊 想办法呀 这怎么办呢 要交9000美金了 9000美金 对一个小的一个餐馆老板来说 也不是一个小的数字 是吧 很简单嘛 很简单 怎么弄呢 给你父亲写一个支票 一万五千 给你母亲写一个支票 一万五千 他们收到一万五以后不用报税 因为老年人的报税呢多少 要一万八 一万八之下他们不用报税 再反过来 你父母把这个支票再送给你 以什么形式呢 以gift 以赠予的形式 回到你的 再给回来 然后你的公司减掉了3万 帮你省掉了9000美金的税 然后呢 你父母把这个钱再回给你 以赠予的形式不用交税 所以你这个钱走了一圈 帮你的公司减了3万美金的税 然后呢 你一封钱都没有花 你挣出了3万美金 你给了3万美金 最后收回来的还是3万美金 一封钱没多花 帮你省了多少钱的税 9000美金 比如说我今年赚了10万美金 也没办法 10万美金 有10万美金的办法 你要赚了50万 逃你 你赚了50万 找我有50万有50万的办法 100万有100万的办法 这个大小不一样 但是我们都策了 我们可以通过 成立Family Foundation like Bill Gates Foundation 比如说我今年赚了100万 我要交很多30%的税 要交30万 我成立一个Family Foundation 把50万放到我的Family Foundation里面去 然后你的收入不是减掉了一半吗 你的Family Foundation 不用交税 挺好的 到年终的时候 我们这个 把家里面不用的是衣服啊 家具啊 什么玩具啊 送出去 一个人可以减掉300美金的这个税务 嗯 所以年终啊 对我们报税来说 非常非常关键啊 非常有很多空间 不要等到元月份 元月份去做的时候 没有任何空间了 来不及了 比如唐尼你今天赚了100万 你这个开发房地产 你赚了100万 唐尼头大了 说要交30万的税 有没有办法 有办法 买一个车子啊 花掉你五六万 我是餐馆老板 我买一个什么什么 这个油锅 买一个厨具 花掉100万 我赚了100万 我买了100万的收费以后呢 我减掉以后 一封钱的税都不用交 我本来要交30万 后来这样走来走去 一封钱都不用交 所以呢 这个税务筹化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我希望我们这个华人 辛苦赚了你的小钱啊 不要去全部交给阿高三 阿高三的胃口很大的 交多少钱都不够的啊 所以我们要合法省税 不该交的不要去交啊 我们这个三角科技集团 我的这个助理啊 赵小姐他们办公室呢 就在唐人街 大家如果有这个 报税方面的需求 有咨询方面的需求 跟我们这个唐人街的这个赵小姐联系啊 这个所以今天呢非常荣幸啊 今天预期说讲座 不如感谢我们的这个大家庭 好吗 以后啊 我每次你们有活动 我都要来参加的啊 这个所以呢 最后我们呢 这个再再说几句 就是我们这个马上到年中了 刚才我说的该处理的东西要去处理 不要上个星期跟我说 最近纽约出了一个很好很好的新政策 什么政策呢 对于家庭比较贫困的可以补助五万美金 叫什么呢 叫做 New York State Home Owner Assistant Fund 对于家庭有困难付房租 付房贷的 可以申请 拿到五万美金 什么都不用还的啊 这个Lucy不用还的 我就想问一下 我有看到报纸上说 这个五万块钱是属于 啊没有看 没有那个利息的 是一个lawn 然后请问一下 是需要还的 不是不是 你可能看的是另外一个profit 这个叫做 Home Owner Assistant Fund 一份钱都不用还的啊 一份都不用还的 你能不能看一下它的条件 就是homeowner有哪些需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 它有的条件非常简单 你付账单不要太及时 你的账单拖一个月的时间 把这个账单付掉 你就可以拿这个钱了 就说明你没有钱 你困难啊 你付房 付这个房贷利息的时候 稍微拖一拖 你就可以去 从款多少钱不管 只要你的收入 不要超过本地区的贫困值 比如说布鲁克林 我们这个所谓的家庭收入三万五千美金 只要你的收入等于三万五千美金 或者低于三万美金 三万五千美金 你就可以去申请 好吗 就可以申请 所以文件非常简单啊 如果大家需要帮忙 可以跟我们联系 我们帮你申请 这个C都可以去申请 非常简单 我希望我们这个Infinance Group 把这个做一个大家的扶贫计划 好不好 宣传宣传 我们Infinance Group 可以帮大家申请五万美金 不用还的 太好了 我们给刘教授一个特别的掌声 好嘞 谢谢大家 我们大家吃好和好 非常感谢刘教授给我们介绍 这个这么有用的资讯 大家现在都是很缺钱的 所以说呢 如果能够有一些方式是很好的 对 那谢谢他们 好 好 是的 我知道 我们下一个好 心里